穿过坟河驶入山川 10月10日 吴立青、陈真平带着几名女测绘队员下车过河 开始一天的野外测绘工作 他们是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第三测绘院的女测绘队员 野外测绘、室内绘图都是一把好手 他们用经国力量丈量三进河川 吴立青、陈真平团队正在执行山西省1比1万基础测绘更新任务 几个月来 在新州测区 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第三测绘院的40余名测绘员 穿梭于山川河流城市村庄进行实地踏刊 在测绘地形图的过程中 测绘队员们需要做大量的野外调绘工作 对卫星影像相片进行实地调查和补测 并将调查的每一个地物、地貌和地名标绘在相片上 为下一步绘制地形图提供准确的信息 记者跟随女测绘队员采访 发现她们需要背着专业的测绘设备行走一天 这台设备是为了测量咱们这个点位在影像上 相应点位的精确位置 然后从而去检验咱们数据成果的精度 我们这个脚架加上这个仪器加起来大概20多斤 然后我们一般的话一杯可能一整天 虽然可能也有相应合金的这种脚架 它会相应轻一点 但是这种木质的的话可能会更稳定 为了绘制一张张地形图 女测绘队员们每天都穿着登山鞋、速干衣、肩扛手提测绘设备 跋山涉水奔波在山井大地上 跌塔的话主要是位于高山上 都架在高山上 但是我们就是跌了一些密集的地方的话 我们就要得徒步爬到山上 近距离地看一下它到底是哪一个塔和哪一个塔链 以及它的切幅数 大家看一下那个塔上的绝月体片数量不一样 它的幅数就不一样 这也是我们主要采集的属性之一 在测绘行业 野外测量、调汇工作一直都是由男队员来完成 但第三测绘员的女队员们早已习惯了爬山涉水的工作环境 在野外调汇时也习惯了蹲在路边吃泡面、喝冷水 结束一天的野外工作后 他们又挑灯夜战 将白天调查的每一个地物、地貌元素挥制在地形图上 我们以前主要是承担在这个室内进行制图的这个任务 那么绝大多数职工都是女队员、女测绘队员 那么在这次这个机构改革这个转型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承担了测绘的外业、内业的工作 我们就有很多女测绘队员来承担测绘外业的这个工作 以前我们从事这个测绘外业的这些工作人员 清一色是男同志 往往从事这个测绘的这个学历呢 都还不是说特别高 但是呢我们现在呢 这些女测绘队员不但学历高 而且是能文能武 他们不但能在操作了外业的这些设备和仪器 室内的话 他们就把白天野外调汇的这个数据呢 晚上就加班加点就制作成图了 他们是巾帼不让须眉 真的是文武双全 到了晚上 常常是女测绘人的视频时间 陈真平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上小学的孩子 每天还需要妈妈献上辅导作业 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嘛 因为老大还在上小学 所以每天就是只能通过视频来 给他指导他的作业 然后因为我老公也在外地工作 所以孩子这个学习就是挺操心的 根据我们每年承担的这个测绘任务的工作量的大小 他们这些女队员的短则每年在外面从事这个野外工作的短则两到三个月 长则到八年多 新州测区我们现在总共有40名这个外业的这个测绘队员 其中有26名是女测绘队员 他们年龄最大的有52岁 年龄最小的也有27岁 他们有研究生 有本科生 有的是刚刚当了妈妈的这个女测绘队员 他们都是在这里头默默地在奉献 国贵城台 树 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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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